战姆斯是NBA公认的最全能球员,在各项综合能力对比下,联盟还没有能与之相比接着,战姆斯得分能力出众,目前总得分已达到31038分。 其次他篮板能力也不弱,现总数达到8415个,另外主攻更是没得挑,至今为止达到8208次。 至于像场段、盖茂等方面,战姆斯所表现出的能力也属于联盟顶级,不过,就在这前不久,妹妹用做加发方式排出的NBA最全能球员中,战姆斯失去了榜首位置,排在了第二位。 妹妹此次的排名算法相当简单粗暴,把球星职业生涯五项平均数据相交后得分,篮板,助攻,抢断,盖茂,得到一个数值,数值越高排名越高,相应的代表其能力越全面。 在经过计算后,NBA最全能球员和排名分别外,1.乔丹,2.詹姆斯,3.大欧,4.天狗甲巴尔,5.楼狗雷斯特,6.大鸟伯德,7.卡尔玛龙,8.杜兰特。 乔丹超越詹姆斯,成为了NBA历史全能王,乔丹职业生涯场均数据,是1.1分6.2蓝板5.3助攻,2.35抢断,0.83盖茂,五项数据相交为44.7,位列第一。 目前为止,詹姆斯生涯场均为,27.2分7.4蓝板7.2助攻,1.63场段0.78盖茂,五项数据加起来,合集为44.2,毕桥板上0.7,排在第二,大欧职业生涯场均数据位,25点几分9.5助攻期,五蓝板,纵合为43.2,加巴尔职业生涯场均数据位,24.6分11.2。 蓝板3.6助攻,数据总和为42.9,雷斯特职业生涯场均数据为,17分5.8蓝板6.7助攻,数据总和为42.8,博德职业生涯场均数据位,24.3分10蓝板,点3助攻,1.7抢断0.8盖茂,五项数据总和为41.4,凯尔马龙职业生涯场均数据位,25分11蓝板3.6,助攻, 1.4抢断0.8盖茂,五项数据总和为40.9,截至到目前为止,杜兰特职业生涯场均数据位,27.1分71蓝板3.9助攻,1.15抢断1.11盖茂,五项数据总和为40.4, 美眉这次听选全能球员引起不小争议,这种做加把的草率方式之一声较大,各位球迷,你觉得这算把是否客观合理?